台方,我说几句话,可以吗? 好了,请问一句,大哥请讲 师父好 你好,其实啊 我不知道台方你在这个中退圈里面活了多久啊 那我看呢 这个中退圈里面有两种智慧 一种呢,是反共的智慧 一种是挺共的智慧 只有这两种 那反共的智慧 有时候可能让我们不理解啊 就是这个人,他反共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智慧了呢 那我就用两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人 我来解释一下 张灵,你听说过这个人吧 在中国做了十几年的大牢 做了中共十几年的大牢 当年他追随 追随这个王炳章啊 要搞这个武装反共啊 然后呢 他去到大陆去 结果失败了 被中共抓了 投到监狱里面十几年 那么他出来 啊,非公你把麦关一下 好吗 对,非公 那么共同主持 你帮他关一下麦 好吧 共同主持 你可以帮他关一下麦 好,谢谢啊 而张灵呢 在监狱里面 他是中共的监狱里面 他受尽了折磨 最后出来了 又回到了美国 是吗 那回到美国之后呢 他就提出来一个生人论 所以中国大陆那些人呢 都是生人 一半是人 一半是畜生 为什么呢 他说我张灵 本来已经在美国这边 生活得非常快乐了 我为了帮助你们 推翻这个中共这个暴政 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 国家 我回到大陆来 可是 我被他们 抓了 折磨了 你们没有人同情我 你们 没有人帮助过我 你们没有和我一起来反抗中共 所以呢 他认为呢 这个大陆人就像动物一样 没有感性 没有理性 没有人性 是吗 所以他管这个 这个大陆的人呢 叫 叫生人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张灵到今天 他都是一个坚定的反共的人士 但是他侮辱了所有大陆人 为什么他 叫他们叫生人 那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很著名的人 蔡桂华 曾经也是在大陆坚定的反共 对吧 被抓到建议里面去 也是一样受尽的折磨 出来了 那结果他发现呢 他的感觉和张灵的感觉一样的 没有人 或者是很少人 或者是他根本被他忽视的呢 那么一点点人 同情过他 支持过他 肯定过他 认可过他 为这个中国现任民主化 所付出的那么大的代价 所以呢 他现在认为什么 中国人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中国人 迫害他的那些都是中国人 对吧 那他到现在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者 那从这两个非常著名的人 我们可以 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了 对吧 有真的真心反共的人 因为对大陆人 对于反共的这种 冰冷的态度 以为不关他们的事 是别人的事 所以他们 对这一个群体 产生了一个极度的失望 甚至说是绝望 所以他们 变成了这种反共的智慧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 挺共的智慧 你问一问 这里就没有什么 出名的挺共的智慧了 但是在中队空间里面 大家都知道 温峰是个智慧 对吗 可是温峰他是不反共的 他在礼图的空间里面 一直 一再声明 他不反共 大帽 一再声明 不反共 那他们 那他们执黑是什么目的 那他们说 中国大陆的人 不配民主 不配有人权 只配有共产党 来对他们实行暴政 他为谁服务 为谁服务要看 最后 对吧 那最后就是 不要推翻中共这个 独裁政权 那谁是受益者 不推翻中共这个独裁政权 受益者就是中共 这个集团 他受害人 就是那十几亿人 那他为谁服务 既然你不反共 你为什么要反 那些被共产党 保证了普通的中国人 是不是这样 这根本就不牵扯到 什么个人空气 你听一听 这个Jackie 你们 如果在这个中退空间里面 时间短的人 你们不知道 Jackie 一开始 就是和 那一群 骂大陆人的台湾人 在那里骂大陆人 是吧 他现在讲 他是一个 穆斯林 他祖辈都是穆斯林 可是在一年前 他告诉我们 他的 他的姥姥 不 他的姥爷 是 他的姥爷是 沈阳军旗司令员 对吧 他说他们家 一个月 吃150斤猪肉 那个是 在三年 打击和 饿死人的 那个年代里面 他们家 一天吃 要一个月 吃150斤猪肉 那如果他 吃150斤猪肉的话 他怎么可能 是一个穆斯林 是吗 那最近在旅途的空间里面 又在讲了吗 他在地铁上 骂习近平 炒习近平全家 是吧 结果给抓了 谁去救的他呢 第一个版本是谁呢 是他舅舅 他舅舅是北部战区的政委 开着车 去把他接出来的 那现在又出来 另外一个版本了 是他 当地的人大代表 把他接出来的 那到底是谁 把他接出来的呢 是吧 有时候 当我们谈论 这个中队空间里面 智黑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不去指名道姓 因为每一个智黑 不管他是网名 还是真实的名字 他都是有名字的 对吧 所以抛开点名 其他论智黑 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 用这个智 本身就是对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族群的所有的人 一种侮辱 一种公然的侮辱 是吧 中华民国政府 在大陆的时候 就向日本国提出过 严正的抗议 不可以称中国叫 指纳 为什么 从那之后 日语里面 对中国的称呼 它就叫 JUGOKU 为什么就不叫GINA 是不是这样 其实对本国 那一些东西 本地区人的一些 劣根性的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提出批判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我说正常是在 一个有人权的 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里面 比如说 你在美国 也有很多人批评美国人 是吗 在英国 也有很多人批评英国人 在日本一样 同样也有批评 批评日本人的 就算是在澳大利亚 也会有 澳洲人批评 澳洲人的某些不好的东西 这都很正常 但是在一个 专制极权的 这种邪恶制度下的人 你只能批评政府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东西 都是这个制度造成的话 那这个制度 不就是这个执政党造成的吗 你不去批评这个 这个加害人 你整天在那里 侮辱那些受害人 这本身就没有人性了 其实知黑 我可以直接讲 或者是永久性的 或者是短暂性的 从他们的言论上 就表现出来 他们或者是永久性的 或者是短暂性的 没有人性 我是反对知黑的 我见到知黑 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会去揍他 我讲完了 你们接着聊吧 不要再提了 好吗 谢谢 我来说两句 我刚刚呢 我只是用Jeky来举个例子 我就说中对这种现象 其实我对中对里面 有很多人 Jeky我是几乎不对他 进行任何评论的 我之前我也很少 我几乎不对他 任何评论 他可以随便骂我 我都不回他的 你知道为什么吧 因为我很早 我就给Jeky做了 做过一个病理诊断了 他是有一个狂想症 他有一个狂想症 这种人呢 是非常聪明的 做事情呢 如果他想做的时候 他做得非常认真的 我从他谈话里面呢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发现了 他查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他看过很多很多的资料 但是我早已经 把他确定了一个病人 所以呢 我从来不和他计较 这个事情 其实像病人刚刚说呢 大风也是有问题的 没错 还有那个谁啊 其实还有一个 医生他也是有问题的 对 刘贤德 还有医生 都是有问题的 对吧 为什么呢 他医生他进哪一个空间 他都要开口就要去骂人 骂人家 就是什么 生日期就上来 骂人家 人家讲的都不好 就只有他讲的好 对吧 不就是这样吗 那天晚上就在你的空间里面 被台风 踢出去三次 为什么踢出去三次 一进来就开口骂 福音金刚 那台风警告了他两次 还是接着骂 还挑战台风 不敢把他踢出去 那台风把他踢出去了 那他又换第二个号 再进第三个号 还是在那里挑战 骂人 所以就把他踢出去了 是吧 那你看 一审 现在 在哪一个空间 哪一个空间 允许他进去就可以 可以随便骂人呢 那如果你是画牢呀 没什么所谓 像刘仙德啊 他这个人就是有点画牢啊 像大风 他也不骂人 那我们都可以容忍他 至少呢 有时候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啊 当中也算是一个一个小插曲啊 调整一下 没什么不好的 是吧 那我起明星也不是每天都在谈政治 其实我非常讨厌谈政治 我真的非常讨厌 我之前呢 我都是去那些唱歌群里面 要跟他们唱唱歌了 是吧 但是我现在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被旅途戴的那一群资黑啊 跟着我的屁股后面来咬我 围殴我 是吧 那我星期一 我来到东方来的空间里面 他们五六个人 全部都跟到东方来里面 在东方来的空间里面围殴我 是吧 还好 东方来这个老弟还不错啊 我们年纪差不多嘛 他也六十几啊 比我小一点 是吧 那他还懂得保护一下我 是吧 其实我和那个北南我说过啊 我很想来你们空间里面啊 跟大家聊聊天 闲聊 闲聊不需要谈政治 为什么不需要谈政治呢 因为在一个另外一个空间里面谈政治 我总是要考虑 要保护那个空开空间的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起明星这样 不怕中共的 我要谈政治我在复活党的空间里面随便聊 对吧 但是我到别人的空间我就不喜欢谈政治 最多我谈一点历史而已啊 这样大家都开心是吧 因为我起明星走到哪里去呢 一定会有五毛跟着我来的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是吧 所以我不想对这个别人的空间不利 尤其说是北南 我的关门地址的 那他和你冰镇开着一个空间 我更不可能让这个空间出什么问题 因为我由我起明星在出什么问题 所以我都是避免来到这个空间啊 我曾经我也跟北南讲过 北南就跟我说 师傅这是徒弟的空间 你可以随便来啊 只要你想来就可以啊 我说不是这样的 我要想办法 我要想我来到这个空间之后 怎么样保护你的冰镇 你们两个人开这个空间不容易 是吧 不能因为我来了之后 那些五毛狗啊 跟着屁股来之后 把你的空间搞乱了 我不想这样做 是吧 所以我也答应过北南啊 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哪一天我也是想好啊 我是在你们的空间里面 讲讲历史啊 北南说太好了师傅啊 我看前几天他也挂着横幅 邀请起明星先生来怎么样 我不敢来啊 我说就是在话 真的好 其实 这个台风要讲这么之黑 哎呀 没什么意思 不要讲了 讲一点极大别的生活 什么都挺好的 真的啊 不要讲这些东西 不要在一个非政治性的空间里面 去讲政治的话题 我觉得不好 好吧 我就关麦了啊